涉嫌刑惠法官的何志輝 在過去風光一時 從政治路歷經了苗栗縣議員 立委到縣長 政壇縱橫了二十幾年 但是在立委和縣長任內 開始官司纏身 而其中銅鑼案 更是讓他毀了政治生涯 家人離散 五月的時候宣判無罪 本來他試圖要東三再起 但是外界也沒有想到 這卻是另一個 弊案的開始 何志輝 為在苗栗的住家間服務處 牌匾高高掛 看得出來過去的風光 不過現在何志輝 猶如人間蒸發 涉嫌行賄法官 他的消息相當靈通 在檢調上門搜索前 匆忙離家 何志輝現在的窘境 對照五月時跟支持者 一起高舉成員得取的標語 慶祝司法還他公道 顯得格外諷刺 何志輝的背信 可以改判成義科罰金 貪污罪到最後還可以改判成無罪 那麼中間的緣由 除了錢的因素之外 另外就是招待 性招待 女人 不然為什麼會講是說 有情話事沒情話事 那總不會空氣來風 十日同袍議論紛紛跟何志輝的大喜大落 必案纏身有關 民國七十五年何志輝出事提升 參選新議員就當選副議長 先後當選五屆立委 還有一任的苗栗縣長縱橫政壇二十幾年 不過政治路上擺脫不掉銅鑼案 民國九十年當時竹科銅鑼基地開發 何志輝涉嫌利用立委職務施壓科管局 發放三億兩千萬的獎勵金給農林公司 何志輝在從中收取上億元的回扣 背上了貪污罪名 官司殘送九年更一審判無罪 何志輝重整旗鼓打算東山再起 不過如今恐怕何志輝得先出來面對 行賄法官的大醜聞 民視新聞許怪 張玄慧 沈培志 謝嘉玲 台北報導